冬午节就快到了 简安厢长游淑珍在日前 特别前往了清洁队部 向每位队员颁证了贺杰慰绕金 来感谢队员们平时的辛劳与付出 让简安厢年年荣获了全国 资收基优的奖励 冬午节就快到了 简安厢长游淑珍在日前 特别前往清洁队部 向每位队员们加油勉励 并颁证贺杰慰绕金3000元 期许队员们能做好专业 自律维护团队荣誉 让简安厢清洁队成为最坚实的部队 再次感谢清洁队员 各个的辛劳付出奉献 尤其我们再度荣获 花蓮县捷径家园平壁 第一名的荣耀 同时在上个月的整个资源回收量 高达了105%以上的好成绩 因此每天刻苦耐劳 找出网规 干干净净出门 脏脏臭臭回家 这就是清洁队坚持让我们的环境 洁净家园做到最圆满 最好的一个动能 也是尽职尽力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推展力量 今天在端午节前夕 来到了清洁队 献上了我们的祝绝金 希望代替我们乡亲 带来满满的感谢跟祝福 同时也希望未来的每一天 垃圾的一个收存 还有趣化的执行 跟吉安湘到位 第一个执行推展 定点垃圾 在18寸 20个地点的这样的一个落实 未来我们都能够尽善尽美 吉安湘浮原辽阔 实际居住人口超过8万人 但清洁队员却只有100多人 要承担起全乡的清洁维护 可以说是相当吃紧 而清洁队长樊一鸣则表示 每个节庆前后垃圾量都会暴增 呼吁乡亲们能时刻 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落实垃圾减量 爱地球的行动力 记者许立琴既然相报道